大家好我是鱼元 今天我们来看水晶科技更新了什么东西 这个是新的KVK赛季才会更新的 其他已经开始KVK的就不会看到 也感谢这次观众提供账号 给我去里面查看里面更新了什么东西 那首先呢就是点开水晶工厂 变成跟商站一样多了一个项目出来 你点开之后就可以进入里面 如果你完成任务之后就可以获得额外的水晶 任务方面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有分成每日七天还有赛季挑战 顾名思义就是要求你在定时的时间内 把任务完成之后就可以完成等级 基本上这边给的任务也不会说太难 都可以完成的你们可以看看 完成等级之后就可以解锁该等级的奖励 不过这里的奖励大部分都是水晶比较多 那当然的还有包括其他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比起之前更加容易获得水晶了 这里从一等级到第50等级你们可以慢慢查看 当你的等级已经到满等50等级之后 只要你每一次完成等级之后就可以获得箱子 这个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你们也可以自己查看 有资源 加速 金星 金钥匙 签程预备部队跟水晶 那当然的奖励都是水晶的 所以不一定可以开到里面你想要的东西 那一开始是不能直接购买等级的 你要解锁到29天之后才可以直接购买 可能官方是避免一些大佬他们一开始就直接用宝石把等级买满之后 他们不需要花钱去买礼包或者是在一开始就可以出到气队了 所以才会有这个限制要等到29天之后才可以购买等级 失落之地的时间是50天 29天之后才可以解锁 我觉得这个可以接受 不过当然的你说客金玩家没有一点优势 这个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用钱去买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获得额外水晶 也就是下面那一篮奖励 这边我已经做了列表给大家看 假设说你没有购买59.9去解锁下面的金箱子 你总共可以拿到的水晶数量是120万 假设说你客金解锁了额外奖励 总共可以获得1000万左右的水晶 这个数量还是蛮庞大的 这个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官方要锁着了 当然的你也是要完成等级之后才可以获得这些水晶数量 不过你之后如果用宝石买的话也是可以全部获得的 至于礼包方面暂时还没有看到有新的礼包出现 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界面是差不多的 征服商店方面官方之前有说过会新增加优惠的物品 新增加扣了半价的金头还有扣了33%的金色材料 但是这边的数量有限啦 金头只能换到8个而已材料只能换到4个 不过比起之前的价格有便宜 我觉得已经算是好事情了 所以也就是说呢 金头是越来越贬值的比较容易拿到了 再加上水晶现在比较容易获得的情况下 要换到也不是一件难事 不过更新出来的结果跟我之前预期的有一点点不同 我意思很多东西全部都有优惠了 没有想到只是两个物品有而已 那事实上真的只有这两个而已 其他东西是根本没有折扣的 那么其他东西有没有增加性的呢 刚好我自己本人也在KVK 我去检查了我的商店跟现在他们新开的KVK呢 基本上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 就除了上面两个多出来有优惠的物品之外 全部都是一样的 那我在群里面看到有一张图片传出来 就是1093那边传出来的图片 说会换一个新的皮肤上去 其实那个我不确定是为人家皮上去的 不过现在目前的商店来讲呢 是还没有换的 现在的皮肤依然是公平争议的皮肤 所以那个图片你们看看就好 暂时没有换 至于之前说过的水晶版卡鲁拉克呢 它是会到了指定任务之后 就会解锁下一个等级 也就是说不像我之前预期的那样 就是你打完之后就可以直接打第二等级第三等级 那打个比方说我们要解锁朝圣任务之后 他才可以解锁第二等级难度 三等级解锁水与争锋 四等级围城 五等级以物之名 第一等级在第一个任务征途解锁之后就可以直接打了 至于每个等级的挑战 我就看了官方影片只有30个等级而已 不像我们正常的卡鲁拉克是有50个等级的 所以这方面有一点点不同 在远征战士也是多了不少东西 之前换加速跟打野蛮人是有的 这次多了礼尚往来 这个之前我也是有说过 最高消耗2500万水晶就可以获得全部奖励 是用累积的方式去计算的 接着你解开迷雾之后也是可以获得奖励 不过迷雾的部分有改一点点东西啦 我等一下会跟你们讲 不过里面给的奖励其实没有很丰富啦 一般般而已 不过也给不少的水晶钥匙 这个解迷雾它是有排名的 但是点开排名里面查看 它是看你联盟有多少人去解锁了迷雾 不过奖励方面并没有很丰富啦 所以我觉得你们慢一点去解开迷雾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过解开迷雾现实时间是三天啦 如果你们想要拿到里面的奖励就尽快在三天之内搞定咯 加了这几样东西之外 其他东西都是跟之前差不多的 这个我就不多做解锁 我所说迷雾的问题就是这个部分 那以前我们解锁的方块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我今天看呢 它的方块解锁会比较小一点的 其实不是现在才开始变成比较小 我在打786那个账号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变得比较小了 所以这边就看你们自己努力了 水晶科技方面其实没有做更改 不过之前我看过传出来的图片是拿掉攻击力了 并且连扩编也是拿掉的 但是我看到这里里面的内容 跟我们现在的水晶科技基本上是一样的 不过我也不排除之后可能会改掉啦 那么大致上我看到更新的东西就是这么多 如果之后有什么进展的话 我再更新给大家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